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 顺一直是特别的存在 修养上 人们讲究君子以顺德 意思是说 谨慎自己的德性 不断修为 才能成为高尚的人 行为上 古人认为 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首先要赢得他人的信任 才能把事情顺利做成 懂得顺从学会顺从 是不成文的安身立命之本 渴望人生顺利 盼望事业顺利 祈求一帆风顺 又是至始至终的美好愿望 人们探讨顺天之命 既希望于顺其自然 可以说将顺作为了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 发展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并且将顺的本质 并且将顺的本质 也一并点明 人人都图顺 但顺不在天 不在神 不在卦 其实就在于我们自己 总结一下便是 一个人一生要修持 这样三顺 心顺 言顺 适顺 修养好了这些 人生才会有美好 有所成就 心顺 学会修养和把控自己 古人说 人生在世 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面对这些不顺心的人和事 不同的态度 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 控制好自己的内心 把控好自己的情绪 直接影响到 人的幸福指数 也关乎生命的品质 庄子曾说 敬之而不喜 捂之而不怒者 为同乎天和者为然 意思是说 顺境的时候不要狂喜 遭遇侮辱的时候 也不要发怒 只有懂得与天地和顺的人 才会活得摇刃有余 顺心就是能控制和把握自己 不暴躁 不气馁 不悲伤 不退缩 达到宠辱不惊 始终如一的境地 在唐朝武则天的时代 有一个叫娄施德的宰相 就具备这种境界 曾经有人骂他畜生不如 他置之不理 因为体型巨大 别人经常取笑他 土包子 走路慢 他就自我解嘲 我不算土包子 谁算呢 弟弟升职了 他对弟弟说 我们兄弟俩 一个宰相 一个刺史 肯定要遭人妒忌 不和人正面冲突 要是人家把兔妈 吐到脸上 我们不是擦杆走人 而是微笑着 等待兔妈 自己风干 后来 娄施德 举荐了敌人杰 敌人杰 不知内情 经常不屑他 在女皇面前 说他太佛系 女皇 甚为赞赏 娄施德 忍不住 就对敌人杰说 你知道 举荐你的 是谁吗 是 娄施德呀 敌人杰 听了 惭愧不已 这才知道 娄施德的品德高尚 至此 仰慕不已 凭着心顺 在酷吏横行 官员大清洗的时代 娄施德 不但没有被治罪 寿中正寝 还保全了整个家族的未来 修持好了内心 心平气和 就不与所事较劲 不与挫折较劲 不与不与较劲 心无外物 看得开 人生的路 才会越来越宽 生活也才顺畅 人生自然 福气满满 言顺 何为贵 处处贵 我们生活的世界 是人的世界 与人交往 与人发生联系 时刻发生 遇到问题 借口少一点 对人谦和 言语和顺 是第二件 要学会的事 存好心 说好话 把人做好 诸事 也才顺利 诗经大牙版中说 言词和顺 百姓融洽 言词动听 百姓安宁 意思是说 宏观上 君主治理国家 要从言词上 对百姓尊重 才会让人 臣服 寻子劝学 也从细节上 指出这样三点 来请教的人 礼貌恭敬 才可以同他 谈论道义方法 言词和顺 才可以和他 谈论道义的条理 乐于听从 才可以和他 谈论道义的经义 你看 言顺的人 总是得到格外的 垂青和机遇 前苏联心理学家 达维多瓦 做过一项实验 他选定了四组 不同性格的人 去戏院看戏 并且 让他们都遭遇 这样的情景 迟到了十五分钟 无法进入戏院 工作人员 拦下来他们说 先生对不起 你已经迟到十五分钟 为了不影响他人 你不能进入 结果 根据大家的反应 有了四种结果 第一种人 和工作人员 吵了起来 工作人员 更坚决地 阻止他进入 并且强制令其撤离 自然没有看到戏 第二种人 并没有和工作人员 争执 自己想办法寻找其他途径 进入戏院 继续把戏看成 第三种人 自我安慰 找了个零食店 坐下来 等木杰休息 重新进入 也看成了戏 第四种人 不停地埋怨自己 回到家 把恼怒情绪 传染给家人 一家人因此 针锋相对 起来战争 闹得大家都不高兴 不同的处事方式 成就了不同的后果 学成法师曾说 你说的话 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好说话 就是改变命运 言语和顺 心境和顺的人 不但让遭遇的风险 反弹降到了最低 常常最终意外达到目的 好话一句 三春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好好说话 心里有爱 口中有德 是人间善意的守望 言为心声 与其让人听了心声业务 不如把话说好 让人如暮春风 三国志中说 圣人常顺时而动 智者必因机而发 聪明的人都具备顶级眼界 懂得顺势而为 他们动心命运 一部分自我能够把握 一部分却是天意造就 能把握的就得到 无力逆转的顺其自然 失去不强求 根据不同的情况 调整自己对待人或事的态度方法 谋食而动 掌握主动 《红楼梦》里的薛宝钗 曹公读给他一个十字 就是因为他懂得适顺 因时而动 他说 好风平借力 送我上云端 时时处处 宝钗不强求 家境衰败了 他吃穿用度 自行减半 一律半心不救 金串死了 王夫人向他征求意见 他很快从乱麻之中 看出经纬 人死不能复生 倒不如 抚恤他的家人实在 所以 拿出他的衣服 送给金串 也不介意 宝钗看得深 也看得清 时时处处 替他人之虚 比方说 给黛玉送燕窝 买家雪花洋糖 给香云张了螃蟹燕 不计较钱财 看见行秀燕穿的单薄 知道他荡了东衣 顺应天道的人 才能成就人道 顺应时事的人 才能求心求变 人生是一条曲线 没有谁的一生 一帆风顺 转个弯 就是别样天 抱怨老天不公 命运不济 反而会永远爬不起来 三顺 关乎天地 关乎情理 关乎你我 当下这个时代 物欲横流 诱惑多多 有所修为 才能有所秉持 有所秉持 才能有所追求 心顺 让我们心态平和 心胸宽阔 心静成名 修持着我们的内心 言顺 让我们话语友善 言谈和气 温和有度 辅证着我们的行为 适顺 让我们做事有谱 欲试沉静 连接开阔 成就着我们的未来 因为 回归平静 略去浮躁 才能点亮个性生活 还原纯粹 略去虚伪 才能打造 满意人生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